呃,大家現場好像所有人都覺得這件事情沒有那個,沒有什麼爭議 可是,有沒有人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因為,我們大概開放五分鐘左右 讓大家先正位這個,第一個就是講者的一些說法 有沒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是還是覺得,我還是覺得不太一樣的 就是,不要,不要像我一片島一樣的聲音 有人要那個嗎?發問嗎? 好,所以,正在剛剛所有的這些問題,大家都有什麼意見 好,我們等一下,好 沒有啊,就不好意思,我是大家口中的比較主流人 然後,然後我是覺得公民記者是一個很放很有潛質 然後他是一個不受束縛跟商業價值約番的一個宮崎 然後就是,我只有一點小意見 我覺得公民記者可以發揮的潛力還非常大 因為,我覺得,呃,受訪單位都一樣 就是,呃,公民記者會認為說,啊,你們這些主流媒體是啦,好不好 人家採訪單位,例如說警政署啦,中央部會認你們 那事實上,我想講的狀況是,呃,台灣人講的是一個情 我覺得這是,公民記者可以去下功夫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例如說,一開始我去跑一間分局 或者是我去警政署,就算我是蘋果池寶,他也不會理我 我可能在門口就會被警衛調個十分鐘 你有什麼事,你有沒有公文,你有什麼採訪目的要來 那,可能我在那邊禍了一兩年之後 我很認真的在那邊禍,沒事我就買一個閒書機過去,帶一個飲料過去 到一兩年可能警衛看到我的車門閘就拉起來,我就進去了 他也不會管我車上載了幾個人 那,事實上不管中央地方的受訪單位跟部會 我覺得現在公民記者有一個很大沒有去努力的空間 就是所謂人脈的經營 嘿,人脈的經營就是說,我們常常把公民記者賦予的 社會責任是在於見證 見證就是說事情發生的當下 或者是見證一個社會事件,去記錄這個事件 但是我會認為說,嗯,就是說照傳統新聞的跑法來說 我們去見證一個事件,或者是說我們去記錄一些資訊 或者是我們需要去廣打,把觸角伸出去收集很多資訊 的背後它是需要很多人賣的 對,就是說我們,例如說我們以平穩日報,我們舉,我舉殺警案好了 結果殺警案被發生,我們只知道一堆人去打死了一個警察 那重點是,我要怎麼從警隊,號稱有紀律的警察部隊裡頭 或者是號稱很難去接近這些人邪的小鬼裡頭 我們怎麼去抓到訊息出來 這不能只靠著說,哦,我是記者,我有採訪權 人家就要跟我說什麼,或者是我就會取得什麼資料 這個在實務上會有問題,就是不可能 那我覺得我對公民記者,或者是所謂獨立媒體事業 我覺得我的期許是說,我比較難看到有組織 或者是有目的性的在機關團體裡頭耕耘 他們往往是一個事件來 然後來,哦,OK,東西拿完之後 然後可能接下來扮演這個政府,或者是這個單位 沒有任何trouble的時候,我看不到人 那問題是,在這樣子清廳點水師,或者是突發事件 來採訪式的這種狀態下 我覺得公民團體很難跟受訪單位去取得一個 互相的互信跟互動在 那我覺得這中間有一個很很簡單的原則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不是去包庇所謂的受訪單位 我們也不是跟受訪單位成為一個利益共生體 不行,因為我常常,例如說像我比較熟人的是軍警 或者是黑道,那我常常跟他們講的問題就是 我們大家是朋友,朋友的底線是什麼? 你們可以做措施,你的警車停紅線 或者是你穿著制服去買便當,我沒什麼興趣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拿著你那把槍 或者是你品著你警察的身份去外面擦肝骨為師 還是去危害鄉民,那我們蘋果一定把你血壞掉 那我想講的就是說,第一個公民團體有沒有目標性 例如說我的focus是在行政院 那或者是我的focus是在警察工作環境的改革 或者是警察執行在我的改革上 我們能不能有人脈,或者是有記者 持續的去跟警察團體去做一個互動 因為我一直覺得要拿到訊息很簡單 前提是大家有熟有認識 那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個點,我覺得我絕對舉雙手雙腳贊成 就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採訪權 但是我想給的一點點就是 採訪有他的手段 就像例如說 假設在行政院抗爭的當晚 我也看到很多公民記者 就可能是一些大學生 弟弟妹妹 他們很認真拿著平板或拿著手機 在記錄一些群眾跟警察抗爭的一些畫面 但是我覺得我只有中心值的一件事就是說 做事情要有方法 我可以距離力爭跟你講視線條文 我可以跟你距離力爭講我的採訪權 可是問題是在對方是禮貌 或者是對方知識文化水準不高 或者是警察他是一個部隊 他就是上面一個口令 他就只會做直觀式的執行 他不能去思索文字的意義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採訪 可以 但是我們的說法 我們的措辭 我們的身段 就會改變很多方式 例如說不好意思我是路過 你哪一家 沒有啦我蘋果 你不要拍喔 然後我走兩部我繼續拍 我走開一點我換成鏡頭我繼續拍 可能我拍了一兩百張 他也覺得我沒有拍 就是說我覺得很多我們在見證一個衝突 特別我們知道啊 今晚這一場是關鍵的一場 或是大場的時候 我常看到一些年輕的公民記者 他們花很多時間在對峙跟抗爭上 那我覺得這還是有一點小提醒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紀錄者 我們是一個輿論的呈現者 但是我們不要在當下把我們自己化身成 抗議對抗政府的意願 我們可以對抗這個政府跟不法的組織 但是我們靠的是我們的指跟筆跟我們的影像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部分大學生或是公民記者 他們出來的語音紀錄 特別是文字上 他的文字的批判性 會大過於現場的事實 可能我整篇文章裡頭 我可能批的九成 對 但是我可能 我想要看到底這一場有什麼資訊 可能會看不到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 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 就是說可能 晚輩啦 給公民 公民記者團體一些建議就是說 我們可以設定一些議題 好好的去努力 因為我覺得 這是商業主流媒體沒有辦法做的事 因為我 例如說像蘋果 他要的就是點閱率 跟月報率 可能 我明天又講破洋靈靈 你撿到一千塊 搞不好是明天最重要的頭條 雖然我心裡 我心裡會罵 覺得這是一個 蠢絕人寰 才做得出來的新聞 但不好意思 他點閱率一天有四十萬 所以他就是王道 然後所以說 我會希望說就是說 我期許公民記者在 資訊的深入 跟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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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和擴張上 這是我看到一個 比較大的局限 那我覺得 我對一個媒體 像香港的東網 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 在台北市只有兩個人 在新北只有一個人 可是他們的組織作戰還蠻強的 包括他們 後援的一些龐大的影音能力 那重點是在於說 他們還是定期的每天 不管有沒有新聞 他們會在他們聚焦的 那些受訪單位裡頭 他們會定期的出沒 並且去做一些互動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目前在 公民新聞上 我覺得我看到 覺得比較虧欠的地方 還不好意思 一點小意見